在美國的利比亞人慶祝卡薩菲死亡的消息 奧巴馬總統說卡薩菲死亡是對獨裁者的警告 美國參議院投票反對奧巴馬總統的創造就業新提案 這是參議院兩個星期內第二次否決有關提案 希拉尼克林頓國務卿敦促巴基斯坦不要再做激進分子的避風港 德州普萊森頓發生輕微地震 德州普萊森頓發生輕微地震 她也是一個患者